坐 stop 該請大家打開講義 第二十三面 新山第九佛神關 請大家打開講義 今天的修协宗旨就是在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诸佛正偏之海 从心想圣 只要我们能够很正确地去做一个佛菩萨的想象 我们向内能够开显自信的功德 向外能够感应十方诸佛的本宴射所 那么这个心想什么叫心想呢 这个当中有两个内涵 第一个就是你心中的相状 是什么 你出现的是莲花的相状 是宝树的相状 是楼阁的相状 各种不同的相状 第二个是你的心态 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 如果你在观想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只是一种很专注的相状 那么当然你就跟往生没有关系了 你是用这个相状来开显自信的功德 你偏重在三昧 偏重在只观这一块了 如果你在观想极乐世界相状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一种星球的耗耀的 那么你这个时候是 冥冥当中构成感应道教 所以关键在心态 所以在整个关键当中 我们后面会讲到 心态比心相更为重要 心相不是超知在我 有些人的确他的心力薄弱 他整天忙那么多事情 他把他的工作 吃饭睡觉游戏 全部时间扣掉以后 他才来休息 所以他哪有那么多心力 去观想这么清楚的相状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 诸如来是法界深入一切众生心相中 即便你的心相是如此的磊落不堪 但是佛徒还是有办法进去到你的心中 只要你的心态正确 佛徒就有办法救拔你 所以凡夫众生 我们先偏重心相 先偏重心态 在我们一个散乱性的角度 开显自信的功德 不是我们目前的重点 感应道教是我们目前所修的重点 所以在本经当中 是先求感应道教 然后再求开显自信 所以在这个地方 心态就很重要了 你包括前面的 你用什么心态 你看我们的道前基础是什么 其实就是心态准备 你一开始先有慈善心 奉仕师长 孝养父母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慈善心 受食三规 祭足仲介 不换威仪 修出离心 最后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读诵大乘 欠进行者 开始菩提心 慈善心 出离心 菩提心 其实这个地方就做心态的准备 道前基础 如果你的心是如此的刚强 充满了称恨 充满了邪恶 你把莲花像献出来 也没有太大意思了 因为你心态不好 心态不好 你现在这个像干什么呢 阿弥陀佛没办法跟你感应 因为阿弥陀佛的心 我们待会会讲 阿弥陀佛的心是大慈悲心 你的心是那么的出众 它进不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关键不是说 你把莲花想象的多么的精致 这不是重点 而是你的心态 心态比心象重要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我们看这个佛生观 佛生观我们看经文 先把它练一遍 佛告阿难及伟提息 此想承你 此当更观 无量寿佛 身相光明 阿难当之 无量寿佛 身如百千万亿 夜魔天 严福谈金色 佛身高六十万亿 那由他 横河沙游巡 眉间白豪 右旋婉转 如五虚米山 佛眼如四大海水 清白分明 身珠毛孔 眼出光明 如须弥山 毗佛圆光 如百亿 三千大千世界 余圆光中 有百亿 百万亿 那由他 横河沙 化佛 一一化佛 亦有众多 无数化菩萨 为侍者 无量寿佛 有八万四千像 一一像中 各有八万四千 随行好 一一好中 负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 偏照 十方世界 念佛 众生 舍取 不舍 好 那么 我们前面的佛菩萨观 叫做假想观 它不是真的 极乐世界的佛菩萨相关 但是它可以做一个方便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使佛陀亲自描述 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是长得什么样子 这以下是如实观的 佛高奥兰及韦迪西亚 只想成语 就前面的假想观 成功以后 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观 无量寿佛的真实的身相 跟真实的光明 这是真实的观察 那么真实的观察 有三小段 真佛 身相 前面两段是报身佛 那么这个已经超越 我们凡夫的心量了 那么第三段是我们比较 可以下手的 叫硬化身佛 我们先看报身佛 说阿兰当师 无量受佛 身复百千万亿 夜谋天 夜谋天 它是一个匹域 异界的第三天 因为它那个天空 光明特别殊胜 所以以夜谋天来代表 就像是百千万亿的 夜谋天宫中的 这种紫模金色的光明 先解释它的光明 第二个 解释它的高度 六十万亿 那由它横河沙游行 它不是六十万亿而已 加一个横河沙 这个是 这个古人说 这超乎我们凡夫的心量了 我们只有以一种水洗赞叹的心情 来读诵而已 那么眉间的白豪 右旋 婉转 入五须米山 白豪 婉转 五须米 它那个 阿弥陀佛的白豪 平常是收在 眉间 收起来的 但是它一展开的时候 右旋 婉转 长度可以围绕 五个须米山 那么佛的眼球 当然是干青色 如四大海水这么大 而且清白分明 那么身上的毛孔 放出的光明 如须米山这么的广大无边 这个都是报身佛 比佛阎光 阎光就是它头顶上的经常性的光明 如一百亿个三千大界世界这么大 那么在阎光当中呢 有百万亿 那由它横河沙佛 在每一个光明当中呢 有百万亿的 那由它就是亿啦 百万亿亿的光中化佛无数亿啊 我们说光中化佛 那么化菩萨中亿无边 每一个化佛旁边呢 有无数的菩萨以为使者 到这个地方都是讲报身佛 那报身佛已经超过我们凡夫的心量了 我们只有水洗赞叹了 那么这以下就比较重要 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佛的应声像 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像 释迦摩尼佛只有三十二像 在因地的修学不同啦 发达院也不同 那么每一个像有八万四千个好 那么每一个好中呢 有八万四千光明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三件事 像 好 光明 其实像就是好 好就是像 只是说呢 像是比较粗显的 那么好是比较维系 比较精致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在观察佛陀的功德啊 在像好光明这三个东西当中呢 以光明为下手 佛陀的功德啊 佛陀的功德啊 是富含富色 你只要能够沾上一个佛的光德 你其他的慢慢就记住了 因为佛陀的功德是 法性生啊 它是富含富色的 所以它是整体性的 那么在这个像好光明当中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句话 就是下面那一句话 以光明骗照实放世界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再讲到 光明有什么功德呢 佛陀放出光明 除了展示它的庄严以外 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能够摄取念佛的众生 这个摄 指着佛陀的 广大的自在力 方便力 它能够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摄受你 你用阴身 它也可以摄受你 你心中取它的相状 它也可以摄受你 那么摄受以后干什么呢 取 它能够把你取到它的功德当中 产生灭恶身上的效果 所以古人说 只要有念佛的地方 就是佛陀光明照耀的地方 因为佛陀的光明 它是可以它受用的 佛陀的光明是在摄受我们 你看那个 在莲池大师的传经里面 讲到一件事说 说他老人家以前在家的时候 莲池大师在家的时候 就念佛念得很好 后来有一次 他隔壁的人往生了 那么古代的社会都请道士来做法会 他也去随习 因为他认识 认识隔壁的人 那么他就坐在后排 那么这个道士 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天眼通 这个道士他法会做完的时候 特地去找这个莲池大师 跟他问候说 某某人啊 你念佛念得真的是很好 莲池大师说 你怎么知道呢 我又没出生啊 他说你虽然心中默烈 但是我做法会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头顶上 跟别人不太一样 别人的头顶都是暗淡无光 你头顶上有一道很清楚的 金色的光明 而且光明当中 有一尊佛坐在里面 就这个地方讲 佛陀的光明 一一光明 设起念佛众生 你看 莲池大师他也没有出生 他就是心中默烈嘛 所以我们讲 诸佛正片之海 从众生心想中 你可以用阴身 阴身的相状 跟阿弥陀佛感应到教 你当然也可以 以佛陀的相状 以光明相状 来跟阿弥陀佛感应到教 这个地方就是说 佛陀的光明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用来造了念佛众生 来摄取众生 使令众生能够灭额身上 对点是很重要的 讲到佛的光明 有这么一个功德 摄取众生的功德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当我们被阿弥陀佛的光明 摄取以后 开始跟阿弥陀佛感应到教以后 那么进入到弥陀的光明以后 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以下慢慢的深入 再往下看 其光明相好 即与化佛 不可据说 但当意想令心眼见 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 以见诸佛故 明念佛三昧 做事观者明观一切佛生 以观佛生故意见佛心 佛心者大慈悲是 以无缘词射诸众生 做此观者舍身他事 身疏佛前得无身忍 事故智者应当细心 地观无量受佛 好 我们前面讲到 阿弥陀佛的光明是 遍照释放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佛夺的 向好光明山中 我们可以以光明去入 那么去入以后怎么办呢 其光明向好 即与化佛不可据说了 这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在下手的时候 淡淡异想令心眼见 我们只要知道一种 大方向的概念 知道佛的光明是怎么回事 我们用内心去产生皈依的心 去感受光明 去用内心去感应就可以了 令心眼见 不一定要说 一定要光明 要多么的精致 这一点我们再说明一下 强调他立法门的人 当然一定要强调本尊相应 包括净土宗 包括密宗 那么在西藏的上司 尊重仁伯切他在本尊相应当中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他说本尊相应 当然一定要把本尊的功德 献出来 他说你不管你本尊的相状 你是献出一个蓝重相 什么相 我的光明相都没关系 重点是当你出现那个光明的时候 你要如此的了知 他就代表本尊的所有的功德 比方说 你练阿弥陀佛的圣号 你创造一个阴身 练从兴起 练佛法门是以阴身 我们这个是以相状 他是练从兴起 然后生从口出 然后你自己的声音再听回去 阴从耳入 这叫感应道交 他是创造阴身 你自己自念自听 你把它创造一个阴身再听回来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感应道交的重点在哪里 你要相信你所创造的阴身 就是阿弥陀佛全部的功德 只要修他立法门的人 你的信仰的信要够 谁适合修净土 只有一种人适合 信心记住人才帮我修 你有点疑惑就没了 你念方动无影声 你一站起一根 阿弥陀佛功德就全部消失掉 所以在大乘里面 一旦是讲到不失意境的 包括真如的法界观 那个正念真如 相信这次我是未曾之佛 诸佛与次已曾之佛 其体无别 你相信你妄想的心 全体是真如 那这个东西也是养性 大乘的法门有很多基础 方等 剥雷 但是大乘只要入最紧端的 言顿子观 本尊相应子观 你的信仰的心要够 这个就勉强不来了 你没有这种信心就没办法了 你说我勉强 没有办法勉强 这个是属世的栽培 有些人本身善根很强 他对真如佛心 一听就深信不疑 他一下子就弃入了 但是你弃不弃去 那弃不弃去 你就找其他法门修了 只好这样 那你本尊相应也是这样 净土宗 但当心眼见 就是说 当你出现心中的光明的时候 你要深信 你心中的光明 就是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 那凭什么 我心中的光明 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 凭什么 凭德是 阿弥陀佛是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阿弥陀佛有无量的自在力 你不管献他的什么相当 他就有办法进去 但是 你的心态 你对阿弥陀佛皈毅的心很重要 你一旦起一根 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消失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但当意想令心眼见 那么当我们记住了广大的信心 然后去入到弥陀的光明以后 有什么好处呢 见死逝者 见到佛的光明也好 像好也好 你见一尊佛 就等同见十方诸佛了 因为佛佛道统 佛佛的功德互含互舍 以见诸佛固 免念佛三昧 那么这个就不是 花开见佛物无声 我们一般说来生 那这个地方是讲今生 如果你真实的有 有一定的功力的话 那是今生就见佛了 那么见佛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往下看 做事观者明观一切佛身 以观佛身故意见佛心 我们刚开始是以佛的相状 是吧 观他的相好 或者简单的观他的光明 来去入 但是你从相状进去以后 最后的结果 你跟佛陀的大十倍心相应 所以这样 因为佛陀的身心世界是互含互舍 佛陀不像我们 凡夫啊 你看凡夫你外表长得庄严的 你内心不一定庄严的 不一定了 凡夫身心是两回事 所以我也是觉得 明言种子管思想这一块 业种子管身相这一块 所以我们的种子 有的人是重视思想 他思想好 但是他的善业不足 所以他身相比较丑陋 有些人是一天到晚修福报 但是他太不修内心的思想 他业种子好 明言种子不好 也是有 凡夫的身心世界是独立的 佛陀不是 佛陀是身心世界是一体的 所以当我们是从佛身去入以后 最后呢 以观佛身故意见佛心 佛心者大慈悲心事 以无言词涉助终生 无言词我们解释一下 在大乘佛法当中 把慈悲心有潜入身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众生延迟 众生延迟的慈悲 他是有条件的 因为众生的慈悲 他要取一个像 他要取一个 众生的一种 他的一种亲密的像状 比方说 这是我的母亲 她对我有恩 所以我应该感恩 所以凡夫的慈悲心 是要取一个 业异词 就是你要找一个亲密的像状 来带动我的慈悲心 所以我要观想 一切众生 在轮回当中 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无量的生死 我们每一次的受生 都要有一个母亲 所以有此类推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蚂蚁 都做过我的母亲 那么以母亲的像状 来带动我们的慈悲 这叫做众生延迟 没办法 我们凡夫只能够 从这个地方来修 以众生像 来带动慈悲心 这是凡夫的慈悲 第二个恶证人的慈悲 恶证人的慈悲 是法言词 他观一切法空 从空性当中 他能够知道 大地与我同源 万物与我同根 所以升起慈悲心 但是他这个慈悲心 是不主动的 阿罗汉 你说他没有慈悲心吗 未必 阿罗汉他向来脱坡 你有事情求他 他会帮助你 但是阿罗汉 他的慈悲心 他不会主动 他一旦入涅槃以后 他就全面修行 所以法言词 他能够观一切法空 而跟众生 产生同体的这种心情 但是他是比较被动 不像佛陀的慈悲 为诸众生不情有 第三个无言词 无言词就是 真实的平等的慈悲心 而且他这个慈悲心 是任运自在 不假造作 在《涅槃经》里面讲到 佛陀的慈悲心 他说 有一天提伯达都要害佛陀 他就把这个像把它灌醉 灌醉以后 后面用这个东西去打这个像 像就往前冲 那么就冲到往佛陀走路的方向冲过来 佛陀这个时候看到罪像是冲他而去的 他看到这个罪像即将害佛 造武逆重罪 任令身体慈悲心 很自然的手就伸起来 那么手伸起来的时候 这个手指上献出五只的狮子像 老虎再怎么醉 看到狮子就醒过来 害怕就整个就跪倒在地上 用这种无言大食 同体大悲调伏最像 任运的 你看还有一次 提伯达多他去运贡的时候 因为菜非常丰盛 他吃多了就肚子拉肚子了 他就意念拿魔佛 结果释迦摩尼我也是现前 给他加持 结果他就好了 之后有人说 这个提伯达多一天到晚 伤害佛陀 佛陀你为什么救他呢 佛陀说佛陀的心是平等的 他也没有刻意 就像月亮 千江有水千江夜 月亮永远存在 你心准备好了 月亮就出现了 不是说月亮跟哪一个人特别好 跟哪一个人比较亲厚 没有这回事情 你只要准备好了 月亮随时出现 这个叫无言死 他没有对象 没有锁定对象 任运的 所以当我们观到佛身以后 我们自然的弃出佛心 而产生大失悲心 那么作死观者有什么好处呢 舍生他是生诸佛前 你一定不会在五着二世投胎 你一定生长在有佛出世的净土 而且在那一生当中 已经成就无生法人 事故智者应当细心 地观无量受佛 我们这个地方慢慢慢慢 大家已经知道一种观念 叫借象修心 我们没有象状 我们没办法修心 虽然修心是改变我们的心态 但是我们要借象 比方说我们持咒 比方说我们礼拜 比方说我们供养 借这个象 借供养的象 来喜欢我们慈悲的不实心 就这个拜佛的象 来喜欢我们惭愧的心 命光大师讲一个很重要的观 他说有些人修行 他向外攀岩 心怀求佛 所以说他那个功课越做越多 个性越刚强 他以此功课来自我教慢 那这个就不是借象修心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修行上路 说你到底 你这个车子是不是上了高速公路 上了高速公路 说你这个人方法正确了 你每天在进步了 你今天比昨天更进一佛道了 一定趋向光明了 这很重要 一个人就是生命中 永远保持进步嘛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进步呢 不管你修什么法 不管了 我们只看结果了 你的心越来越调容 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慈悲 你修行上路了 你方法正确了 如果你修很多功课 但是你心 烦恼依旧 自私依旧 人跟人之间的对立项依旧 那你就不是在借向修行 你叫做积极善业 但是我们要知道 魔王在因地的时候 也积极善业 魔王 他没有积极善业 他德国莫报的时候 他有那么大的神通力 来干扰修行人 他的神通力从什么地方来 布施持戒 持八关在戒 做一个无哲大会 供养大众师 但是他不懂 借向修行的道理 所以 这个地方讲出一个重要观念 以观佛身故 意见佛心 如果你真正用功的人 你开始在 进入到佛的象状的时候 你一定会感受到佛的心 你也要慢慢出现佛心 这个叫做心心相应 感应到教 所以 我们是以象状为下手 但是最后 是以你的心态来做总结 就是说 你的最后的结果 你的心态跟佛心是相应的 那我们说你这个修行方法正确了 上路了 进步以否是时间的问题 一个人修行上路了 不怕了 你今天拜佛拜多拜总 那是懈怠 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休息站 休息一下 没关系 继续走 起码你是上路了 我们最怕就一个人 还在士气打转 找不到路头 那就糟糕了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刚开始可能是观年花像 观佛的光明像 观各式各样极端世界一阵像 但是我们最后的结果呢 是弃入佛心 是身在佛前 是正德我空法空的真如理性 这是本经的目的 本经是先以一勾迁 再令入佛之 先用相状来引导我们 最后进入佛心 是这个道理 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 真相 您第九观 坐是观者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讲出他的下手处 观无量受佛者 从一笑好入 那么其实佛们讲到 正报的时候的相跟好 是很复杂的 八万四千一相 一一相有八万四千好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下手 从每一间的白豪相下手 佛陀有三十二相 有两个相是很特别的 一个是佛顶相 无间顶相 一般佛陀如果从佛顶放光 那这就显成真如本性 信德 你看楞严经 包括楞严咒 佛陀在讲楞严咒之前 是佛顶放光而先说神咒 因为这个楞严咒 它不是修来的 那是众生本具的 诸佛所证的 真如本性 所以佛顶表示信德 那么白豪表示修德 你看华华经 佛陀在华华经之前 白豪放光 从白豪当中献出 十方菩萨修六波罗蜜的相状 布施的相状 直接的相状 忍入的相状 乃至于禅定智慧的相状 白豪是一个下手 佛顶又是一个下手 这两个 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的 那么从白豪表示修德 因为无间顶相 我们看不到 无间顶相是没办法看的 那么见每一间白豪相则 八万四千相好自然现前 最终白豪下手 那么见到无量授佛的相好 就见到十方诸佛的相好 已见十方诸佛固 就得诸佛现前授祭 你能够蒙佛授祭 那肯定是入正定句 那就是出地以上的菩萨 无身法人 四位骗官一切 设身相明帝九官 做事官者名为正官 若他官者名为邪官 我们慢慢进入到正报 我会发觉佛的相好 是很复杂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心态的调整 那种皈依的心就很重要 我讲一个实际的小故事 给大家参考 这是我一个老师 在读佛宣的时候 他老人家讲出来 他有一个弟子 就是我的恩师 信公长老 他的一个弟子 在台北干军官的 这个弟子 他出生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 他很小就往生了 他跟他祖母一起长大 那么他祖母对他疼爱有加 后来他长大以后 他的祖母 他正硬开始赚钱 要效仰到祖母的时候 他祖母得到癌症 他心里非常的悲伤 好不容易能够去 做一些孝顺回馈 他祖母的病就这么重 所以他有一天就在 就跑到一个寺庙去 在大殿拜佛 拜得痛哭流涕 后来有一个出家人出来说 你怎么回事 这么伤心 他就说 我跟我的祖母相依为命长大 我祖母就得癌症了 我感到非常的悲痛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个法师说 你回去送金刚经 你一定有救 那么这个基督士回去 就请了一部金刚经 他也不懂意思 就一直送 那当然金刚经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启发他 他说 凡是有金刚经的地方 就是有佛的地方 这句话对他影响很大 他认为金刚经就是佛 再再次出处 只要有此经 即是有佛 那么他有一天的时候 他没有佛堂 他就是把他们家餐桌擦干净 然后就把金刚经放在餐桌上就送 送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天 突然间在他的餐桌的前面 就一尊佛神献起 释迦牟尼佛神 前身是金色光明 他就一直送 那么那个光明大概有好几秒 好几秒的时间都没有退掉 那么他把金刚 他还是进去送 把他送完以后 那个光明 那个佛像的光明才消失掉 那么他见到这次光明以后 他就出现两件事情 他自己讲 第一件 他祖母的病 那个癌细胞自然消失掉 检查都没有癌细胞 他祖母后来又活了12年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见到那个佛像那一次以后 他从此做官 官印恒通 最后追到金法处处长 少将退休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故事 他老人 这个就是他以前来看星光 我还跟他谈过这个故事 其实他对佛法了解不多 但是他对佛陀的信心 他的心态 心理素质非常好 这个人心理素质 善根很深厚 什么叫善根呢 你的心态好 信心记足 这就是善根 被正法能够生信不已 他就生信 金刚经就是佛陀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 他认为金刚经就是佛陀 他一定可以救把我 他又以这个信心 去住金刚经的文字像 结果 以这样的心态 去接住金刚经的文字像的时候 感念到交 本事实际上摩尼佛陷权 为什么 凭什么 凭的就是知佛如来 是法界身 祝一切众生心想中 所以我们要知道 观经讲 借向修心 你的心态的准备 很重要 你不要说观经 你念佛也是一样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同样一句佛号 进入不同的心中 为什么产生不同的功德 他心态准备好 他心理素质好 他心理素质好 连之大师都能够 他都没有出身 他就是默念能够把阿弥陀佛 念成头上放光 出现一个佛像 他心理准备够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在观佛像的时候 重点不是说观的 多么的清楚分明 因为在观的时候 是有心向跟心态 我们今天要强调一个观念 心态比心向重要 心态比心向重要 我们再看心事的第十观 观世音菩萨观 我们看前面两段 佛告安然及伟提西 见无量寿佛 寥寥分明以 赐意因观 观世音菩萨 此菩萨身长八十万亿 那由他游寻 身子金色 顶有肉寂 像有圆光 面各百千游寻 其圆光中有五百画佛 如释迦摩尼 一画佛有五百画菩萨 无量出天以为四者 举身光中五道众生 一切色相 皆于终现 好 那么我们前面的是观佛 这一下观菩萨 佛告安然及伟提西 我们能够如实地观见 无量寿佛以后 观见无量寿佛的向好 在心中清楚分明显现以后 其次应当的观想 观世音菩萨的向好观明 那么应该怎么观呢 看菩萨的身长 那有八十万亿亿 那由他游寻 他们他的色身是紫金色 头顶有肉寂 我们这个佛像 现在台湾佛像 很多都是用 描金 彩绘 都不错 但是以前我们的老师 又讲过一个观念说 其实佛像最好的 就是全部按金的 全部按金的 因为它符合经历 经文 因为经文里面的佛像 没有一个是描金的 没有一个是彩绘的 全部是紫金色 所以安金的佛像 相对来说是 比较合乎大圣经典的经历 它身是紫金色的 这一点跟阿弥陀佛是一样 头顶有肉寂 那么头部有阎光 那么它的阎光 从各方面看过去 都是百千尤寻 在阎光当中有画佛 如释迦摩尼佛等等 一一发佛有五百化菩萨 无量诸天以为四则 几身光中 它的身体的放出的光明当中 五道众生 这个五道包括六道 是把阿修罗并入到其他五道 有六道众生 一切色相皆以众相 我们在观佛跟观菩萨是不太一样 佛是功德圆满 既然是功德圆满 就不应该有特色 你看过佛有特色吗 没有特色 但是菩萨是身为因地 菩萨就有特色了 比方说文殊菩萨表示什么 表示智慧 普贤菩萨表示恨利 观世音菩萨表示慈悲 我们下一堂课开始讲到大势志 菩萨的光明有两种 我们要知道 观世音菩萨的特色是比较偏重利他 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的身相 他以手为主牵手牵眼 广色方便 色受有缘的众神 尤其他身上的光明 你看佛的光明 佛一旦放光光明当中 一定是佛菩萨等等 都是赞叹佛的功德庄严 观世菩萨的光明当中 献出六道众神 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所以他表示一种慈悲的光明 大势志不一样 大势志菩萨是比较偏重的智力 调福烦恼 所以我们下一段会发现到 身为一个佛陀的相状基本上是圆满的 阿弥陀佛八万世间相 一一相有八万世间好 一一好八万世间光明 一一光明干什么呢 色受恋佛众神 几乎是圆满的 没有圆满就没有特色了 但是观世音菩萨他是以慈悲为特色 以利他为特色 大势志菩萨是以恨力字条 不能念要他念 不能钻要他字条 他是以恨力 刚强的恨力 表示大势志菩萨 所以我们待会 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 观音跟大势两个相状 有不同的特色 观世音菩萨的特色在手 大势志菩萨的特色在脚 他老人脚脚一动 打地震动 表示菩萨的恨力 所以到了菩萨观的时候 我们要慢慢把他的特色 把他灌出来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法师说过 如果对于佛的功德庄严 无法想象 表示你的菩提心是磊落了 所以说佛经会描述极乐世界的庄严境界 可是未曾见过 只有名相 很难想象他的功德 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吃过柠檬 我们不会知道他的酸味 要如何才能够让心体会到佛的功德庄严 当然我们在修观之前 我们有一些道前基础 就是你的敬业三福 对不对 慈悲心 出离心 菩提心 其次呢 我们不要忽略的 我们在十六观当中 有三种的基础 这三个基础很重要 你看落日观 落日当然表示智慧 但是这种智慧不是一种 很赤眼的太阳 你看太阳是很可怜的太阳 太阳每天照耀我们 但是你看太阳是很不得人眼的 你看诗人赞美月亮 初一也赞美 食物也赞美 初一说月亮像湾约 弯弯的月亮多么美 十五的说月亮很圆满 你看过有诗人赞叹过太阳吗 没有啊 太阳 你看我们历代的文人 很少赞叹太阳 但太阳对我们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太阳太赤眼 太高调 所以你一个人做事高调 你做代道的好事 没有人当一回事 你看太阳温柔 你看父亲跟母亲 哪一个人讨好 你们猜猜看 母亲啊 你看我们在历史上赞美母亲啊 哪几个人赞满个父亲吗 很少 但是父亲做的事少吗 也不见得 因为父亲表示刚嘛 母亲表示柔 所以柔的东西是得人员的 你看月亮得人员的 太阳不得人员 但是太阳有一个时间例外 夕阳不一样 只有这个段的夕阳 我们眼睛可以直接看它 白天的太阳 你敢看它 你试试看 但是夕阳是可以直接欣赏 所以我们从弱日观 我们得到很多启示 其实你不要小看前面的准备 就像智德大师说 弱日观其实跟极乐世界观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一个准备工作 你跟水观 你放一盆水在前面 你观想它的调柔 清静 水跟极乐世界也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极乐世界的水 跟我们的水也不一样 但是你不要忽略 它身为一个基础 它是在调你的心态 一方面培养你的观恨 训练你的观照力 一方面 训练你的观照力 一方面调你的心态 因为你心态刚强了 你观不进去 因为极乐世界的一阵二暴 都离不开阿弥陀佛的心 它是大肆悲心 如果你极乐世界的像观不进去 或者你佛号真的念不起来 不是说你不用功 你的心理素质太差 你心态准备太差 你要往这个方向下手 太刚强 太好胜 太好斗 对立心太重 这种忍修大正佛法就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道前基础 就是你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够不够 这个是很重要的 实名念佛如何跟观经配合 才能够只观双印顺畅而没有妄念 我们的主修其实是以念佛为主 因为阴身是最容易射心 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是这样啦 如果你小过观经 再来练佛 跟你没有小过观经来练佛 就不一样 不一样 你透过观经的训练以后 你再来提起佛号 会丰富这句佛号 你知道这句佛号代表极六世界的一报正报的庄严 会有一种心求的心 如果你这句佛号提起来的时候 它只代表一个阴身 你很难心求 同样一个佛号 你小过观经以后再来提佛号 跟没有小过观经提佛号不一样 意境不一样 那种皈依的心不一样 所以我们进土中当然以词明为本 因为词明方法简单 二要 临终的时候靠耳根来听声音 但是你透过观经这个过程以后再提佛号 你会发觉这句佛号在信中转动的时候 力量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你的心态准备更成熟了 我认为观经是可以当词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过程 再回答一个问题 他这个地方讲的三个问题 其实问题只有一个都一样 他说法师慈悲地使发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平直义佛念佛读嫩言经 但是有些情况出现 弟子心中没有想要练佛 但是嘴巴会自动开口练佛 发出的声音 阿弥陀佛 而且不是第六意识所发动的 请问为何会这样 讲很多都是说好像有东西来引导他 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修行必须从你的心发动 然后回归到你的心中去 趁信起修 前修再信 如果你出现一个阴身 或者出现一个影像 不是你心态发出来的 比方说你做莲花官 突然间变成一尊佛像 这有问题了 因为你本身并没有做佛像官 做依报官 我们所有的功德 必须从内心发出来 你不能去假借别人的力量来修行 这个很重要 我再讲一次 我们不能假借他其他的众生来修行 这个会出差错的 所有的象状都必须 你用你的心想象力创造出来 然后从你的心中出来 最后还是回到你的心中而去 如果过程 你有一些不能控制的东西出现 你要小心 可能有问题了 那如果你产生欢喜心 哎不错啊 有人来帮你说很多事情 你一旦攀岩它 你就完了 那就有机可乘 进入到你的神事 控制你的神事 从今以后 你就失去的自主性 虽然说 是他控制你 但是是你自己攀岩而来的 那我听说 你自己取着的啦 是你自己要的啦 你自信取自信啦 所以让他有机可乘啦 所以我们修行人绝对要断结一切的攀岩 所有的东西 既从兴起 然后还从兴灭 最后还是回到心中去 这才是正确的 无不从此法戒流 以念心性流出各种的相状 最后无不还归此法戒 借相修心 只要是外力的东西 绝对不能够攀岩 这个是基础 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 向下文长 互再来日 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